我们今天收到非常多朋友的询问 有关上一次我们的视频 就建议你如果你选择的能力不强 或者你是初歌 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我们就建议你最好就开始买二寸日 就没有搞三关 这样去练习 就有很多朋友问 怎样选择长次去买二寸一 即是买两关 如果你自己选择不错的了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心水长次 如果你初歌经常选择长次的话 你是可以参考星期牌计算表里面的过关长项 就是我们推介的主力长次 这些长次都是我们是找到有些 Q弹的实力是凸了出来的 还有里面也有很多的同情或者他情的实力码 是作为配脚 换句话说这些长次买Q的话 那个命中的机会是较其他的长次是较大的 所以每一个赛日在职业牌计算表专业版里面 都会推介三场给你去参考研究的 如果你是一个初歌是不懂得选择长次的话 当然我们就建议你把你的时间去研究这三场的日评 就买2寸1 也有些朋友问 那什么时候可以买过三关呢? 当你自己的2寸1 买的次数 即是命中的次数逐漸多了起来 即是说你已经上手了 懂得自己怎样选择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可以玩过三关了 道理就正如这位叫Rick的朋友 他是姓朱的 这位朱先生呢 他就来了一个电邮 他在刚刚3月10日的赛事 又是再次命中过三关了 即是说这位朱先生已经是掌握到 如何去选择马匹买过关了 这个就是昨天谷草野菜的赛事 而他选择的三场正正也是我们推介的三场的深水长次 当然他不是照买 但他拿这三场拿来做主要的研究场合 所以你看到他这一天只需要270元本 他买了个三川一 当然我们建议你买三川四 如果你有多余的几百元 买三川一也可以 前提就是那个注码比较小 他就买了三场的三川一过关 买了十元住 成本都是270元 那全部过关 就收了四万二千多 如果你去看他第二场的赛事 其实就是正正是我们推介的主力场次 所买的一拖衣服就是 也都是拿着梦幻战士拖好奸 红尊勇士和爱逍遥 就是179 也都是一样 梦幻战士、爱逍遥、红尊勇士 也都是自己喜欢这三百码 所以他就拿来这一场参考 二拖179 这个就是第一关 那当然 这条Q就中了 因为一拖三不单只Q中 三红队中 四红队中 那他就过了第一关 是203元 那如果你看他买第二关的五场 他就没有用胆托 是不是 他也是用了三匹户穿 那就是说在这一拖的长刺里面 就是我们建议 我们的深水长刺 那一匹里面 他也是喜欢投过三匹 股票转期、大顺威和心外 所以他买了一个户穿 也是三处而已 那当然结果就跑了一二 这条Q出来了 就是他中了 这条Q出来了78.5 是比较偏移的Q 那如果你看他第三关 他买的是第八场 他买的是二四十 集风径草 资本家和超威星的湖村 那第八场其实也是我们的深水过关长刺 那当然了 这一天 这批资本家 他完全是偏移的了 如果你早买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迟些买 你看到这批马已经是点几的厌门 已经是 其实 记住 点几的马是三班 特别是他赢了一次的马匹来说 始终是有个隐忧的 因为记住点几的马 他不是跑平榜赛 他赢了必然是升班或者加分的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 而这批资本家其实最后变了1.4倍的业本 你就可以想象而知 这批马 用它来做担 TOKYO的赔率 肯定是 那个价值已经降得非常之大 所以 他也是用了这一场的赛事 我们的深水马 他也是在里面 选了他自己的心意马 三匹就买护村过关 那就没有拿这一匹胆 因为点几倍而门的危机大 所以他就买护村 那他买哪三匹买护村呢 他就正正买了 看到吗 上两仗的同情实力马 而且三匹都会赢的 叫做资本家 即是莫里拉奇 超威星 今次是潘顿奇 还有上一次人很轻松 那一匹就封竞草了 而且如果你拉去 这个 右边看 这三匹马 全部都是 双双的正指数 是不是 因为是 这个专业版里面 我们是有红色 系列出来给你看 所以他就选了这三匹 来买护村 结果就跑了 乘风竞草超威星出来 那怎么死 那一匹大烟门呢 只不过是跑第四 那这条Q 就是派267元 是不是 两场马都是200 一场马只不过几十五元 如果你买单场 觉得这些马 一般的分头 但是如果你买过关的话 那个威力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频道 经常说 如果你想用几百元 最重要最重要 一定要学会 买过关 结果 这位朱先生 270元的本 就收了 42,652元 这些例子 我们有非常多的 你可以看之前的 所以记住 如果你是初歌 不是太懂得选择 长字 那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那些每日三场的 主力过关长字 你就可以选择其中的马 胆托也好 护村也好 你这样去练习 因为我们选择的长字 都是我们一直告诉你 职业团队如何选择马的方法 而选择出来 那就是说 可能这个机会 比其他长字更大 当然 如果你玩过两关熟了 就像这位朱先生 那样 你就可以买过三关 当你买过三关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翌日 你用这个职业牌计算表 里面那三关 是可以用几百元来住 而收个病 OK 如何你自己选择马 如何你自己用几百元来住 而可以经常赢过万 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题 换言之 如果你想以后自己懂得选择马 如果你想以后只需要用几百元来住 而可以经常收过万 同时完全不需要听别人的提示 的话 这个频道正是你所需 相反 如果你想要听提示 那这个频道就不适合你了 请记住 在任何的金钱游戏中 例如在马场上 如果你想真正找到吃 你必须要靠自己 而不可以靠别人 如果你想你自己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 以后可以在马场上真正找到吃的话 最佳的办法是向那些职业团队去学习或者偷试 而这个频道在这方面便正正可以帮到你 因为在这个频道 我们会向你披露 职业团队到底采用的是什么减马工具 而其中 例如职业排位计算表和职业的数据库 便正正是不少职业团队所常用的减马工具 至于他们如何从这个减马工具中有效地选出真正的实力码呢 而这个频道也会向你披露非常非常多的秘诀 而结论就是 因为如果你肯花一段时间在这个频道去细心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肯定告诉你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好像这个频道其他的朋友那样 可以经常做到用几百元落注而收过万 例如你以后不需要听任何的提示 完全可以靠自己选择马 去好像这些朋友那样 只需要用几百元落注而收个饼 例如这位朋友 345元落注买Q过关来收29000多 你也可以以后可以做到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买Q过关只需要140元落注 而收过两饼 你以后也可以完全靠自己可以做到 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只需要690元落注买Q过关 是收4万多 你也可以以后做到 只需要几百元落注 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720元落注收12000多 也都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只需要落注100元是收12000多 而这位朋友那样 只需要150元收8300多 接近个饼 而当然你同样以后也都可以完全靠自己 做到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买Q过关来 连赢370元 连赢370元 投注价值260元 是收27万多 当然你也都可以 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以后可以做到 只需要用几百元 例如300多 收近饼 即是收9300多 当然你以后 除了可以在Q过关的彩池上 用几百元落注 而可以经常收个饼 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三重彩 或者四重彩这个彩池 而用几百元落注 同样也都好像这些朋友那样 可以轻易收个饼 例如这位朋友 买四重彩 二百四元落注 是收了10万 又例如 这位朋友 亦都是二百四十元落注 买四重彩 是收六万二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 六十元落注 四重彩 是收二万三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 八百四十元落注 买四重彩 是收四万一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 买三重彩 一百元落注 二百元落注 收九千六百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 用四百元落注 买四重彩 收一万二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 用二百四十元 买四重彩 收差不多一万二千多 这些投注方法 你以后 也都完全可以靠你自己 而不需要听任何其他人的提示 而自己减码 而自己做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的目标 是想以后 在马场上 成为一位 不需要靠任何人 不需要靠任何的提示 而可以自己成为一位 真正的职业赢马人的话 记住订阅这个频道 按一下小钟 因为当有新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因为我们每一个新片里面 都可能含有非常多的 职业团队的减码秘诀 字幕提供前提供